Hello大家好 我们上一期呢 讲的是收紧的手法以及操作方式 那这一期的话 我们开始讲解饱满的手法以及操作方式 首先饱满呢 它是专门增加法量的 以及制造蓬松度的一个效果 好 那当我们把一个法片取出来了之后呢 滚书放在法片的下方 我们称之为饱满 那饱满呢 它也是有方向的 它也有往前走 也有往后走 那同样 往前就是往脸的这个方向 往后就是后脑勺这个方向 那比如说我想吹一个饱满的往前走的流向 这个时候呢 如果按照收紧的手法 是不是往前走 我的发尾是不是应该摆在前方 对吗 那大家记住 饱满和收紧呢 它是不一样的 饱满和收紧 它的一个摆位是相反的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吹一个流向往前走 往脸的这个方向走的 那你的发尾呢 就不能摆在脸的这个方向 应该摆在后方 所以说你的发尾和方向是相反的 不能在同一个位置 这是我们饱满的一个特征 好 饱满往前走 那你的发尾摆在后方 发尾在后方 后方降低就可以了 那我的前方自然就要抬高 那这个手法呢 我们称之为保满向前 保满向前 那大家记住 方向与发尾是相反摆位 这是我们饱满的特征 好 比如说我想吹一个流向往后走的 方向在后面 那我的发尾呢 就不能摆在后面了 应该摆在前面 所以你的滚住放上去 发尾摆到前面就OK了 前面降低 那这个手法呢 我们称之为保满向后 因为你要的方向呢 就是往后走的 这个是要保满向后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保满和我们收紧是不一样的 保满是相反 收紧呢是相同 所以方向与发尾是相反的摆位 这是我们饱满的特征 大家记住了吗 好 那刚刚的话我们讲到的是 我们右边脸的一个滚书摆位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左边脸 好 取出一个法片 我想吹一个保满往前走的流向 那方向是往前走的 那你的发尾就不能摆前方 应该摆在后方 好 滚书放上去 发尾摆到后方去呢 我们发尾在后面 后面就要降低 前面就自然抬高 这个呢 称之为保满向前 好 那比如说我想吹一个流向往后走的 方向是往后走的 那你的发尾就不能摆在后方 应该摆在前方 好 那我的滚书上去 发尾摆在脸的这个方向 好 发尾在前面 前面降低 那这个手法呢 我们称之为保满向后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发尾和方向是相反摆位的 那这个手法呢 我们就称之为保满的一个手法 大家记住了吗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演示一下保满的操作手法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吹饱满 那饱满呢 也是同样的方式 我们分为 发根 发中和发尾 分三段去吹 那我们吹的一个地方呢 也是先从发根的位置 慢慢的往下去 去移动去吹 那首先呢 我们采用的一个加热方式 也是一样的 内加热制造卷度 外加热制造光泽度 那脏力呢 同样的决定了我们的弹性 好 那我们这里的内加热 和我们刚刚的内加热是不一样的 你会发现 当滚缩放到法片下方的时候呢 滚缩以头发这个夹角呢 翻到下面去了 翻到下面去了 那我们送风的一个方式呢 就不能这样往下去送风了 我们就要 对着这个夹角去吹 怎么去送风啊 吹风口先平行于我们的滚缩 你会发现 当头发卷得越上 当我们滚缩卷得越上的时候呢 吹风口是进不去的 所以你的吹风口与滚缩 要成一个30度的夹角 你的风才能送到后面的头发 如果你的吹风口是平的 你会发现吹风口进不去 容易打到顾客的脸 所以你吹风口稍微撬开一点点啊 成一个30度的夹角就可以了 好 吹的时候呢 送风不要往上吹 往上吹容易烫到自己 吹到自己脸上去了 那如果往下吹呢 头发容易吹毛躁 我们取中间值就可以了 斜45度啊 斜45度 乘30度的夹角去送风就可以了 那还有一点记住 吹风口一定是进去一半露一半 如果你的吹风口只进去了三分之一 你会发现 你的风是吹不到 边上这一边的头发 只能吹到前面一点点头发 所以吹风口要多进去一点点 一定要多进去一点点 那你的滚束也不要卷到法根去了 卷到法根去吹风口是进不去的 所以你需要流出3到4公分的一个长度 是不能卷上去的 你的饱满的卷度才能吹得出来 好 这是我们内加热的方式 再重复一遍啊 吹风口与滚束成30度的夹角 你的吹风口先摆平 然后呢 再斜45度立起来一点点就可以了 大家记住了吗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操作 好 那我们滚束呢 放到法根和法中交接口的位置 保满向前 发尾在后方 那这时候你发尾摆到后方就可以了 好 这是一种方式 将头发放到滚束上面 这是一种 第二种呢 我们可以利用风筒的风 将头发吹到我们的滚束上面去 这是第二种 这两种方式呢都可以 你觉得哪一种比较快速 学的比较快 你就用哪一种就可以了 目的呢就是让头发 放到滚束上面去 但是呢 千万不要卡住 拔不出来就行了 好 继续 好 圈束也是一样 有一圈半以上 拉紧了之后 进行内侧加热 内侧加热 好 往上卷 冷却 发尾在后面 后面降低哦 滚束 好 平行 推到一圈 往下滑行到发尾 剩4到5公分 好 往上卷 拉紧 内侧送风 往上卷 一点点 1公分 再往上卷一点点 1公分 再往上卷一点点 1公分 好 冷却 好 这是我们发中 然后接下来 平行 推到发尾 还剩一圈 不用推了 吹风口 斜下去送风 不要垂直往下 垂直往下 垂直掉了 往里 斜向里面送风 加热的时候往下拉 不加热往上卷 滚束可以摆平 吹范围的位置 这样跑的话 就不会跑来跑去了 往下拉多少 那你往上卷多少 不要一下子往上卷多了 等会儿拉不动了 好 内侧送风 嘴巴不要敲得太开 吹风口敲得太开 容易烫到自己的手 好 冷却 好 吹完了之后呢 平行退两圈 绑满向前 滚束头往前倒 好 再退 回推 再往前倒 好 冷却 这是我们的第一遍 好 第一遍吹完之后呢 你要观察一下 看哪一段不卷 如果都卷的话 接下来第二遍的时候呢 稍微过渡一下 好 第二遍 疏通疏顺啊 快速疏通疏顺 同样的方式 再来一遍 好 拉紧了之后呢 吹风口 斜式的五度进去 好 往上卷 冷却 好 平行 推到一圈 往下滑行到法中的位置 好 拉紧了 走 一公分 不要卷多了 好 冷却 好 接下来我们平行 推到法尾 滚缩 摆得平行 斜下去送风 发尾的位置要着重加热哦 不然很容易止掉 好 内侧送风 拉紧哦 张力带出来 好 冷却侧底 上下都冷却 这样会快速一点 张力带紧冷却哦 好 然后接下来推输 平行推两圈 放松上方啊 往前倒 因为流向是往前的 你要往前倒 好 冷却侧底 好 接下来我们螺旋进缩 输东输顺 发尾在后方 好 那我们的鞋子进去就好了 滚缩鞋子进去啊 螺旋的方式 到法根的位置转为直立 往下拉的时候 记住 一定是一步 只能做一个动作 你不要一步做两个动作 先拉 再往下 再往回推 再转啊 拉完之后呢 回推 旋转半圈 冷却 拉 回推 旋转半圈 冷却 好 侧底冷却 好 双手把直的部分 捋顺一下 好 稍微过渡一下 OK 吹完之后呢 乘一个筒状 乘一个筒状 流向是往前勾的 你轻轻把它拖起来 流向往前勾的 证明就是饱满向前 如果流向往后勾的 证明就是饱满向后